听起来很耸动的一句话 所谓的夜店剪尸体什么意思呢 在网络上其实流传已久 简单的说呢就是在夜店旁边 把那些喝成烂泥喝得不省人事的女子 剪回家 当然接下来想一想就很恐怖 特别是台北市信义区 被认为是这个剪尸大道 在这里有很多女生要问 怎么保护自己 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不要喝醉 夜店按萌萌音响又特别大声 交谈必须靠狠近 加上酒精催化 很容易让人失去行为能力 但就连长跑夜店的纳豆都说 女生到夜店要做好完全准备 因为通常女生被吃的豆腐 第一次要觉得说 可能她是不是不小心的 那你这时候你警觉就整个就要提高 因为很多那种 很多那种坏人是碰了一下 然后想说 你好像没有反抗 然后就所以你一定要很大声的去反抗 怎么保护自己 其实概念很简单 就跟从小父母交的一样 到夜店一定要有人陪 陌生人给的饮料不要喝 还要小心调酒有后劲 避免饮料被下药 最好知道自己的分量 免得被灌醉 被人当尸体捡走 还有还有别看到男性 拿着名牌车的钥匙 就以为捡到副公子 夜店再怎么黑暗 也要睁大眼交朋友 因为就连名嘴 也都听过女艺人的不堪往事 她这女明星在被人家盯上了 盯上之后被灌得很醉很醉 就真的就变成了尸体了 然后被人家拖到摩铁里面去 把她性侵 第二天起来全身脱光 被脱光 然后躺在床上 是谁做的都不知道 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女生要学会保护自己 否则被人灌醉当尸体 留下裸罩 把柄或性病 以失礼性 就成千古恨 终于新闻综合报道